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开始学轻音少女的歌曲了 今天我们选了一首《草莓巴菲停不下来》 在演示歌曲之前,我还是要先说一下 我们的节目要在每一集会选一个课代表 如果学习比较初中的同学 我会把他的视频放在我们的节目的中间 大家都可以来欣赏 好的,我们开始演示 好的,现在咱们开始讲课 我们先看一下这首歌是180的速度 非常快,还是一样 跟之前我们讲的课程一样 就是它快,但是它用的是八分音符 只是比较急促而已 它是C调的 到后面有一个转C小调 C调就是我们 对,这C大调 然后转了一个C小调就变成这样 对,变成这样的声音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学第一小节 这里有一个两拍半的休止 后面就是一个三个哑音 这个哑音的弹法是从上开始 我们在弹第一个和弦的时候是在八片 所以这个手提前要准备在八片 然后,对,这样弹 三个哑音 对,弹完这个八分以后 然后接下来继续一个下 对,所以就是 对,就这样子过来 这个手过来以后 然后是一个四分 接下来接着弹两个 弹两个 对 对,这里千万不要用单音的这张弹 它是一种甩弹 对,这样的 接下来再继续 对 接下来 手下来 对 所以这里最关键的是 这个哑音接下来的一个上下弹的方向 大家把这里的感觉一定要注意 对 接下来有三个 三个弹完 接下来是 对 对,这里的七弹四个 底下的八弹四个 八弹四个以后 接下来这个十 弹四个 这个拍子是错位拍 所以我们理解它的时候 就用三个四个四个来理解 一二三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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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正打拍子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的 真正打拍子它是这样的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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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这才是它的实际拍子 但理解用刚才 老师说的那种方法 三四四四 这样的理解比较简单 这首歌曲前奏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播片方向 和如何来理解它的拍子 看到谱 如何去认识拍子 如何去弹这个拍子 比较重要 好,接下来看最后这一部分 继续一样的 对,这里一定要记住 从上开始啊 先弹下 弹完这里以后 从上开始 接下来都是上 对 对,都是从上开始 除了第一个 和后面这个八分 是下 后面全部是上开始 好,接下来突然间 转到C小调 这里的C小调四级 在四片这里啊 两拍 一二 然后接下来的 这个两拍是弹四下 一二三四 这是个八分音符 所以四分音符弹两下 一二八分八分 咱们的课程是碎片学习 很多同学都在弹幕里 或者说在评论里问啊 这不是一个系统学习 系统学习是有一对一的 先下课程可以实际上联系我 今天的课程咱们就到这儿了 在公众号上 拿铺子和伴奏 希望大家学习愉快 争取做客代表 好的 拜拜